用的是你当年在选总统时候的 这个骑海飘扬的画面 他说里面剪的画面 全部都是韩国瑜 在竞选总统时候的选举画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又被酸说 你这个一些国庆小物 怎么充斥的华国美学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很纳闷啊 难道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 不承认青天白日满地红吗 不觉得华国美学很美吗 我先说这个华国美学美不美 见仁见智 可是我先请教董哥 到底什么时候华国美学 这不过就是国旗的颜色 这华国美学这四个字 成了负面用词啊 对啊 因为民进党 最通认中华民国 全世界最通认中华民国 就是民进党 那他们对于这一次 他们不能再主导 让他变成台湾National Day 那种意象 其实就觉得很不凡 所以韩国瑜自己也心知肚明 他请了青年朋友 你们去设计 设计以后 这些人不公布名子 因为会被漏梭或被围剿 大家可以看到 那所有这些东西可以看到民进党 对于他们在立法院 没办法当院长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内心还在纠结 但是政治是一个现实的 就是说我们看任何民主国家 国会都是重中之重 那尤其这个会期 立法院他有审议算的前哲 所以他们现在又丢一些东西给 一方面在讲在拽 可是一方面又给韩国瑜 就是给他一些甜头 就是说譬如说你 你的那个执行长 我同意你啊 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同意 那如果当初韩国瑜提出来的执行长 人选是廖达琪 他们一直说廖达琪不行 一定要如月中 因为我告诉你 绝对是这样玩的啦 那可以看到了 就民进党现在就是把 韩国瑜当作他们敲立法院 这个闭门跟的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韩国瑜立法院长 他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让所有朝委和谐嘛 然后要去折冲嘛 那你现在傅昆琪这里 你走不通了 黄国瑜这里更走不通了 现在就回过来找韩国瑜 所以去找他喝咖啡 任何委员任何人去找韩国瑜喝咖啡 他都会请你喝咖啡 他当然都会请你喝咖啡 那喝完了就说很温暖 好 那我们再去拜访你 你来拜访我也不好意思不见你 不好意思不请你喝咖啡 你到院长室来了 我不能不代之以礼嘛 对不对 那这些都有了 现在就希望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协调 韩国瑜立法院长室说好 那我来请个和解换吧 那和解换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好像不错了 有一点那个 那我们知道陈系委员会明天开 民进党到时候会再丢出说 我这个总一算我要再丢出来 一定是这个过程啦 但是现在双方没有任何协调或沟通的 就丢出来其实一般来讲也不会有什么 也不会有什么进展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在野党就是过半嘛 那他现在打定主意就是说 让韩国瑜来当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大党编 那由卓龙泰自己兼立法院的党编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嘛 那天在做总一算的表辑 民进党真正的大党编不在场 对 不在场 那你们都把我编你的话 我都没角色了嘛 柯建明从在立法院当党编 这20年来他只有上一次因为膝盖去开刀 那一天的政党协商没有在场 对 只有那一次没有在场 这一次在整个大会里面表辑 他没在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里面这样的 郭新斗角或者大家洋奉阴危 他就是越来越严重 即使你那个总统下令 賴总统你下令 那到的人就是只有21个 51个只来21个 你拿我怎么样 我地方要经营啊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就把目标 寄托在韩国瑜身上 但是这个没用 就像韩兵所讲 韩国瑜只有一票 而且真的 他也不会下来表结 除非两边票相等他才会表结 那两边票显然不会相等啊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民进党就只有51 你有62票就是在野党的票 你在差一票差两票也差不到哪里 那这种态势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最具体的 你就是把在野党那三样先把它编进去 其实不管是从立法院到国庆日 你可以发现绿营也好 侧翼也罢 其实都是逮到机会 就想要黑韩国瑜弄韩国瑜 而且最可恶的是还要造谣 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有国庆大典相关的周边都出来了 比如说毛巾 那毛巾你就看到最近怎么有网传这种图 就是韩国瑜的纪念毛巾 怎么会这样还有出现Q版的韩国瑜 有没有这边 结果来看到这是假的好不好 这被批图的 原始的国际纪念品的开箱影片 没有啊 哪有哪有韩国瑜对不对 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这个国旗的颜色 然后上面写荣耀时刻 这是一个两感金 好那这个部分呢 不是我说 这个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经过查核的 他说这个不是真实国庆纪念品的图样 这个图片经过了后制变造 好不好 这个已经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出来澄清了 那当然这个港媒中评社 其实对于这一次韩国瑜在国庆日 的种种举动呢有一些解读 好认为其实韩国瑜呢 想要借此唤起民众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可 同时也藉由自身的影响力 凸显他和赖清德执政时期的不同 好那韩国瑜在中华民国派的立场坚定 希望谋求两岸和平的可能性 那么同时韩国瑜处理朝野对立 纷争的时候是软硬兼施 对照赖清德日前在中常会下三道军令 两者差异极大而接下来韩赖的较劲 未来将会更多 本来韩国瑜跟赖清德的作为就是凸显出一个 身为执政党党主席 虽然派出他的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要去做这些动作 但是似乎都是有不怀好意的背后的动机 或者是有一些大家会觉得猫腻 你在这个时候节骨眼 你为什么要去拜绑这个韩国瑜等等 跟韩国瑜他本身要求说要一开始在请 比如说在朝野来吃和解饭 然后这个邀行政院长卓龙泰 然后他想要解开这个总预算被退回的这个僵局 想要跨出一步 卓龙泰也让他乐得说好好好 那种有人出手 有人弱的动作 有人接招 那种感觉完完全全 那个feel都不同 所以我说今天有媒体评论韩国瑜跟赖清德 如果韩赖之间的表现 当然是一定会做出一定的市场区隔 一个只是不断的往这个对立的面 和这个方向去钻 那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心胸是开大门走大路 是比较大开大合的 那光是一个国庆的元素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立委的这个想法 小鼻子小眼睛 一直想要去弄韩国瑜 那所以刚刚讲华国美学 我实在不懂 就算是中华民国的华国美学 那又如何 青天白日满地红 他们说只有蓝白红的元素 是啦 因为没有绿的 所以你们就不爽 就绿杯了 就完完全全 没有把绿放在这个颜色的主轴 宣传绿的中心颜色 你们就玻璃心了 所以玻璃心人人都有 包括绿粉 民进党的支持者也一样 所以这些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当然就不爽 然后民进党的 亲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绿媒 官媒 开始就炮轰华国美学 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些国际的场合 你去看不管是 到了国外去 联合国也好 或是运动的场合 不管是比什么比赛 比如说前阵子刚结束奥运 然后国旗就会被拿出来做政治工具做文章 为什么不能带国旗进去啊 为什么不能秀国旗啊 国旗难道不是华国美学的一种 国旗不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徽国旗国号 整个包在一起的象征 那国旗就是华国美学的一种啊 你觉得华国美学丑 你为什么要带着国旗进去奥运会场 然后又有人说还骂那个要求大家 跟他们一起骂抢中华民国国旗的人 你为什么带着国旗去帮这个 我们中华民国建额这个运动选手 中华民国的选手加油呢 你为什么要带着国旗闯进去这些 不管是联合国 或者是国外的有政治和正式意义的场合里面 要凸显中华民国 不就是要是让世人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存在 然后让这个大家看到ROC 看到这个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 不就是这样吗 当这些成为民进党的政治工具 和利用的图腾的时候 在新闻上可以去操作的时候 没有跟他们一起骂抢国旗的人 没有跟他们一起宣导说 我们要把国旗带进去 给全世界看的时候 说好的世界 这个只示范一次啊给世界看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 国庆中华民国生日的时候 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庆典 中华民国的国旗就变成一种华国美学 我欢迎大家可以去桃园 在双十节那天来桃园市看看 满满的华国美学 全部都是桃园市的那个很多地方 张善正当市长 在我们这个桃园市 我也是工商服务一下 在中立区的那个中原文创营区 在省道台一县的旁边 那边有一个新的中原文创营区 是在郑文燦时代就在盖的 不是张善正才盖好 是郑文燦时代就盖了 然后张善正时代把他 那个是以前军邦的营区 那我们今年桃园市的国庆升旗典礼 早上八点到九点都在那边办 然后也有很多的华国美学 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旗海国旗 那还有一个是在我们中立龙刚 那个六军团那个 阿兵哥那个拿着刺枪往前进的 那个铜像旁边有一个龙刚公园 也是上万面的华国美学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都在那边是一个民间的这个人士 叫张老旺老先生 他都自背掏腰包 常常就是用很多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国庆的时候整个一片旗海 就这两个地方在我们桃园 当然桃园市在国庆前后 会有很多的这个国旗的元素 这个也是在郑文燦时代执政的时候的 民进党你所看不到的 所以厌恶华国美学 喜欢华国美学 都没关系 欢迎双十节10月10号的前后 从明天10月1号开始后 都可以到这个桃园市 你会看到很多 让绿营 让支持民进党讨厌华国美学的人 可能看了会反胃 恶心不开心 然后走进去可能都会头晕的 你都可以来没关系 我们就是很多的国旗 欢迎大家到桃园 所以我就觉得 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国徽 还有这个整个满满的 蓝白红元素 有什么不好的 那重点是你们韩国瑜 什么都要摔韩国瑜 找不到缺点 就开始用这种方式 荣耀的这个时刻 他就要在旁边弄一个 韩国瑜的这个 Q版的这个画像 结果后来发现这是造型 这是假图 这批图 要去黑韩国瑜 然后民进党立委 赖瑞龙也很好笑 这个想选高雄市长想破头了 然后一直找画面 韩粉在这边骑海飘扬 这个是韩国瑜 跟张善正在2020年 选那个总统副总统 韩章佩的时候那个画面 你怎么可以公私不分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包进去 那问题是 你们民进党每次造势都没有这种画面 就没有国旗啊 你要我们讲什么 你都拿台湾十字旗的那个画面 都是绿色的画面 那你要我们讲什么 你要我们怎么找画面 如果民进党有很重 这种画面 我相信韩国瑜也好 他的幕僚也罢 也会想要做 他就po在韩国瑜自己的这个脸书上 然后就说公私不分 然后用这个什么纳税钱 然后这个宣传你自己 我想韩国瑜他要找画面 可能要找这近几年来 那还真可悲 表示你这四年来还 民进党从2016年 再重新执政到2024年 光是韩国瑜选的 你说这是2020年选举的画面 那从2020年选举画面 那个分水里往现在来看 这四年来还没有可以让韩国瑜找到 或是韩国瑜的幕僚 可以找到值得大叔特殊宣传的 拿国旗的画面 四年来零 完全没有 变成他只好找他自己以前那个 韩粉的拿着这个国旗的画面 那也真可悲 那连以前 包括去年前年 韩国瑜都还没当立法院长的时候 那你很多国庆的画面 你应该也要 满满的国旗元素 拿着这样的国旗在摇 也都没有 所以就是你民党执政的时候 还真的找不太到 然后你也自己不拍 你也不把那个focus 焦点放在那边 然后你就要强调说 赖瑞龙就想说 没有台湾 没有台湾 就不是那个国庆 我们不是在台湾吗 你在讲什么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